大家好 神尼艳 大疆非常快的就从Action 2的运动相机升级到了最新的Osmo Action 3的运动相机 为什么这么快就从二代升到三代 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我再把它明示出来 因为二代整体来说确实它的散热压力会非常大 经常录着录着 因为过热就直接关机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二代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代的产品 因为它采用了很多的模块化的设计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非常小的体积 但是竟然可以录到很高的分辨率及很高的针码率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精髓 因为那么小的运动相机 你把它挂在头盔上去录一些赛车什么这些的 就相对来说比这样的标准体积的运动相机要更加的灵巧 对脑袋的压力就会更小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Action 2运动相机的 但是我也经常会把它放在风挡里面去录车里面的时候 那确实是容易过热 虽然第三方有一些公司处理一些小的散热套件 扣在它的壳的外面帮助它散热能推一些时间 但是毕竟它的本源它的体积过小 它的散热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我觉得二代跟三代并不是一个垂直换代的关系 而是两个不同形态的产品 三代又回归到了标准的运动相机的个头 跟产品定义的层面 OK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三代到底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认为二代跟三代是不一样的两个形态的产品 但是三代确实继承了二代的一些优势 就是二代的快速摘脱模块的系统 它这里面有两个按键 这么着一按有一个小爪一脱 它的磁吸就能直接把机器摘下来了 然后我这么着再一吸这两小爪一弄上去的话 非常的结实 抓得很紧 就是这种随便甩 看 就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振动 我是拽着底下这个基噪 是绝对很难给它摇下来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二代里面很好用的一个系统 同时它这条系统又升级了 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么着粘在一个地上 它是朝前的一个横向的构图 对吧 我如果把它摘下来 它的这个机器是自己带一个壳 这个壳可装可不装 因为不装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支16米的防水 装上这壳依然是可以启用底下爪扣的机构 来对它进行一个固定 同时我可以迅速的把它拆开 拆开之后 它的壳上就可以把它固定在竖项的了 这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经常横着竖着两种素材都在用 因为我是长视频跟短视频一起来用的 横竖的切换非常快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效率提升 很棒 但是你提升了效率就会影响另一部分的小效率 因为这个外壳会把整个的换电池跟换卡的位置挡住 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经常需要频繁换电池跟频繁换卡的团队 每次想换电池跟卡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外壳先给它摘下来 才能进行一个卡的更换 但整体来说也不是很难 相对于我可以横竖的切换来说 我觉得这一点的干扰还问题不大 第二部分的改变是常规的运动相机 后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屏幕 并且是触屏的 这个大家都是如此了 如今这个OSMO Action 3运动相机后面的屏幕很大 但更关键的是它引入了一个前屏 这个前屏的尺寸已经算是在运动相机里面很大 并且它还是个触屏 OSMO Action 3也是市面上的唯一一个支持前后触屏的运动相机 有了触屏这一点确实是太方便了 那引入前屏跟触屏的这么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这个运动相机 吸在一个车的角落里面 或者是某些不太容易去构图的位置 给它吸上去了 给它挂上 比如说它后面有东西就挡住了 我们没法通过这个后面的位置 观察我现在这个摆放的构图怎么样 所以这个前屏首先对于我构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我只需要看前屏就知道我现在的构图状态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当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换了一张卡 新卡插在这个机器上 同时它是挂在一个角落里面 当我们如果需要格卡的时候 格卡的菜单往往在比较深的位置 如果只有后屏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格卡的操作 那可能身体就得找到一个特别复杂的位置 因为它已经吸在某些的固定位置里面了 这么着去一点点的看这个屏幕 在很深的菜单里面找格卡 这就非常的麻烦 如今这个前屏就可以提供 包括格卡在内的一些常规操作 就可以很大程度内的节省了 我们就不用把它从这个吸着 或者其他的安装位置摘下来 在进行格卡的这个动作 还是挺方便的 同时这个触屏还支持湿手操作 当你从水里面或者滑雪的过程中手湿了 对这个屏幕也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操作 并且这个机器最低支持的工作温度是零下20度 同时当你把素材导到手机里面之后 它还有一个一键 通过手机的算力 消除整个的手持的滑雪过程中 自拍杆的这个功能 因为有的人经常是拿着运动相机 这边有一个自拍杆 这么着去自己的滑雪 你在镜头里面出个自拍杆不是不好看吗 它这个一键用手机算力把你自拍杆消引了之后 就仿佛在你的身边的位置 有一个小的无人机 在跟拍你滑雪一样的感觉 这个还是很帅的 但是只能在滑雪场景里面用 所以它为了滑雪 做了更低的温度 做了一个自拍杆消引 还是挺努力的 毕竟是个运动相机 它有关于摄像这块的餐水非常的重要 它是1.7分之1的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同时可以实现4K120 1080P 240帧的升格 相当于155度的超广 及12.7毫米等效焦段的这么一个镜头 同时它跟之前一样是支持整个的超级增稳 包括地平线增稳 及地平线增稳较准 也就是说当你运动相机装歪了之后 但你又想要一个比较平的地平线的时候 就可以用地平线较准的增稳来实现一个 哪怕装歪了依然是比较平的地平线这样的画面 同时这代在色彩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升级 就是它正前面板Action中间的O字 它是一个色温传感器 更加精准更加快速的就可以调整整个画面里的自动色温 这点还真的很重要 因为咱们在太阳底下 包括阴影底下 阴影底下色温就偏蓝 太阳底下的色温可能就会偏白 所以自动色温较准 对于一个运动相机来说 基本都是全自动在操作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感器的升级 外加整机有三颗麦克风 尽量的做到麦克风时音是比较全面的 并且可以进行一些噪音的消除 外加它的镜头是可以直接把保护罩拧下来的 拧下来之后镜头就暴露了 你可以拧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NG镜包括遮光罩之类的 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拧在这上面 电池的方面它是个6.8瓦时的电池 这个变化并不大 但是它的全能套装里面带了一个三个电池位的 这么一个充电屋 这个充电屋还是很棒的 你之前很多的运动相机 你只能自己单买充电屋 配合DJI 30瓦的USB-C充电头 充电18分钟就可以给OSMO Action 3充80%的电 对一个6.8瓦时的电池 再配30瓦的快充 再配了这么一个充电屋及三块电池 你是完完全全在一天时间里面 用这三块就可以周转起来 整个的一个一天的拍摄的 同时这个充电屋是可以通过红黄绿的指示针来显示电量的 整理设备的时候 就不用单独把电池再插进机器里面 逐一的开机去看电量了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很多人关心这个有没有内置的存储跟内录 它是没有内置存储的 你需要外插卡 我们现在插了个128G的卡 能录挺长的时间 完完全全的够用 并且128G卡非常的便宜 最后一环节就是我们实测一下 它的散热的这个事 如今OSMO Action 3已经变成了常规体积的尺寸 同时也加入了4K60的录制热平衡 可以做到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下 电池拍到没电了 也不至于过热停机 我们做了一个更严格的测试 我们同时把二代的Action 2 跟三代的OSMO Action 3 放在了爆热的仪表台上面 车里面会开着22度的自动空调 同时开机录制4K60的画面 虽然车里面开着空调 但是大中午的太阳暴晒的情况下 前风挡的温度还是很高的 这底下 我们没有开风挡的出风格 给它们来进行强制散热 看它俩都能扛多长的时间 能看到Action 2在19分钟的时候 过热停机了 而OSMO Action 3 大概在21分钟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提示 因为它有过热的迹象 它会先通过自动吸屏的方式 来缓解高温的压力 并且到面摸了一下 三代机的整体发热会特别的均匀 没有出现电池位 或者是屏幕特别热的情况 在车内爆晒的情况下 OSMO Action 3最终在29分半的时候 过热去停路了 对于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位置 这个条件下的手机跟专业相机 如果在不加散热套件 或者是不强制吹风的情况下 是很难坚持20分钟的 OSMO Action 3 扛了30分钟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用了一圈之后 对于我们这样的使用运动相机 非常大的团队来说的话 这种东西首先它是生产工具 就是我们肯定得很多的数量去配它 它很多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效的工具 比如说横竖切换 别的团队可能不是痛点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对的痛点 因为我经常长短视频的综合的去用 包括它的前面的触屏 这个屏幕对于我们日常的换卡 格卡 包括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里面 去构图的时候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同时它的30瓦的电池快充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这么一个设备 因为我们得要么准备多块电池 要么准备快充 总之我们一天拍下来 这个电池的使用的频次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它回归到一个传统的 运动相机的这个线路之后 是否意味着二代就要去停产 或者是变得完完全全的一个 定义不成功的产品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并且我也不希望大疆 直接把二代的Action 2去停产 因为这个相机跟Action 3 它是完完全全两条科技术的产品 那个走的就是轻巧小 录少一段的片段 录几分钟的4K60之类的 这样的点缀 我还是需要这样的产品的 所以我家里面现在 还有两个Action 2的运动相机 我还是很喜欢的 在有些小的环境底下 头盔里面这么着一别 还是很有用的 你也可以用在一些 它不容易过热的场景 比如花雪之类的 其实都是需要的 那三代就变得 更像是我们的一个 劳动生产工具 大量的去用它 大量的出很精致的 很好的运动画面的镜头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完完全全是不冲突的 OK 这就是它的一个使用感受 喜欢记得分享哦